吃鸡游戏中的三级头防弹性能到底有多强 它的原型就是这款著名的俄罗斯K6-3钛合金头盔 这款头盔主体是由3毫米钛合金外壳和1厘米凯弗拉缓充电构成 而视窗部分则是1厘米厚的聚碳酸脂玻璃 今天小哥决定用不同威力的枪支进行测试 首先用M4线弹枪射击透明视窗 看发射的鸟蛋能否让头盔失去观察能力 尽管外壳与玻璃上出现了许多弹痕 但头盔并没有被击穿并且视线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接下来小哥在头盔上方布置了一块倾斜的钛合金板 看它能否抵挡URGI步枪子弹的破片 经过两次射击之后 视窗明显多了几个细小的弹痕 不过依然还能正常使用 现在我们继续用M4发射威力更大的录弹 这次子弹直接击穿了透明视窗 整块玻璃已经碎成了白色 要是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中 即使没有被爆头也会失去作战能力 下面测试的是格洛克17手枪发射9毫米弹药 3 2 1 尽管头盔上留下了一个较深的弹坑 但坚硬的钛合金结结实实挡住了子弹 并且里面的内衬也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 这种情况下只让你的颈椎不断 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随后测试的是NX-2转轮手枪 发射点44马格南子弹 慢镜头可以看到 子弹在击中头盔后变成了跳弹 虽然内部出现了一块凸起 不过可能这种打击力道刚刚好 懵逼不伤脑 接下来我们看看头盔100米距离的防弹效果 首先用URGI步枪发射5.56x45毫米子弹 这次子弹将头盔射了的对穿 佩戴的人直接被爆头 最后测试的是7.62毫米口径的AKM突击步枪 头盔再一次被穿透 很显然在面对威力较大的步枪时 这款头盔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因为它的作用主要是抵挡手枪已经破片伤害 据说一小块雷酸拱爆炸的威力就相当于手榴弹 并且在绝命不失中 老白为了报复黑帮老大甩出一块雷酸拱 结果产生的爆炸解决了里面所有敌人 并且自己还能全身而退 可这到底是电影的效果还是真有可能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于是他们从学校门口的小麦布 搞来了制作雷酸拱的干成品 由于雷酸拱具有极强的爆炸性 即使轻微的震动或者撞击都有可能被引爆 所以他们在专家的操作下进行了提纯 并且得到了一些像面粉一样的灰色粉末 而电影中的白色晶体只有极高的功力才能做到 那雷酸拱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吗 格兰决定先用小剂量做个测试 他将五颗雷酸拱放入不要钱的南瓜中 然后以远程控制的方式进行了引爆 这是南瓜瞬间被炸的粉碎 如此巨大的威力吓得我赶紧掏出手机 必须玩一把手游放松一下 提到手游就不得不说这款无尽冬日 这里有超真实的天气系统 让你沉浸时感受冰雪世界的刺激与挑战 从冰川里不断营救幸存者就可以轻松获取海量资源 升级房屋重建冰雪家园 你还可以和其他玩家对决 赢取他的资源壮大自己 而且现在小程序和PP双灯互通 福利礼包多得很 点击左下角直接就能玩 那电影中十倍的剂量爆炸效果又是怎么样呢 于是他们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电影中相同的房间 并在四周安装好玻璃窗户 看50克雷酸拱的爆炸能否达到电影中的效果 但由于找不到铁粉愿意徒手丢出雷酸拱 所以格兰又打造了一个投掷机械臂 他能模拟电影中丢雷酸拱的动作 而为了测试老白能否在爆炸中全身而退 他们将凝胶甲人固定在机械臂的上方 同时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屋内黑帮人员的伤亡情况 一旦上面的磨片破裂则表示当场开戏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将50克雷酸拱放在投掷筒内 紧接着在远处按下了释放按钮 但雷酸拱砸在地上并没有像摔炮一样发生爆炸 可见电影中的情节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那如果用其他方式进行引爆 老白又能否在干掉所有黑帮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呢 接下来专家为雷酸拱安装了雷管引爆线路 然后再次开始实验 随着一声爆炸 这次雷酸拱被成功引爆 但从外面看房间玻璃并没有任何破碎的迹象 那里面的人情况又如何呢 之后他们通过检查现场时发现 房间内所有传感器磨片全部破裂 这就意味着包括老白在内没有人能够幸存下来 那如果重现电影中炸毁房间的场景 则需要多少剂量的雷酸拱呢 于是在专家拼命的加班加点下 他们制作了250克雷酸拱 并全部安装在房间中间 然后随着倒计时归零 房间瞬间被炸的四分五裂 在这样的爆炸强度下 可见任何人都无法存活 所以虽然雷酸拱爆炸的威力确实很大 但电影中的场景也是有点夸张 50公斤煤气罐爆炸的威力有多么 今天小哥弄来了不同重量的煤气罐 首先我们尝试用步枪进行射击 并且使用的是这种7.62毫米燃烧弹 看能否直接打爆这个一公斤的煤气罐 随着一声枪响 爆燃的火球差点点燃了地上的草皮 但从10万针每秒的慢镜头可以发现 燃烧弹在击中灌体时出现了大量火花 但并没有直接引爆煤气 而是泄露的气体从弹孔喷出来后 遇到散落的火星才被引燃 所以这样的效果并不能体现煤气罐爆炸的威力 接下来小哥换成了7公斤的大号煤气罐 更多的可燃气体说不定就能一枪打爆了 这次虽然在子弹穿透灌体的瞬间出现了喷射状的火焰 不过很快就被随后泄露的高速气体给熄灭了 最后还是没有发生爆炸 可见用子弹射击的方式很难引爆煤气罐 于是小哥决定使用导爆锁 这种像绳子一样的东西里面含有黑锁精炸药 只要在灌体上缠绕几圈就能直接引爆里面的气体 我们先测试一下它的效果 这三个罐子除了有一瓶煤气外 另两瓶分别是纯氧和闪光粉 这样搭配起来的爆炸效果应该非常壮观 这么精彩的视频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看 说到女朋友 去默默 一个靠谱的交友神器 主打美女多没有套路 漂亮妹子都会主动联系你 兄弟们可以去试试 果然在导爆锁闪电般的作用下 三个罐子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并且还有氧气和闪光粉的加持 现场瞬间就像火海一样 这一公斤的燃气的爆炸效果都这样震撼了 那如果全部缩哈 将手上这些总共60公斤的煤气罐同时引爆 情况又是怎么样了 这样的威力估计不低于一颗小型航弹 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 从60万针的高速相机下可以清晰看到 导爆锁围绕器官爆炸的全过程 这次火球直径达到了20 并且还有碎片以135公斤每秒的速度被炸到了半分钟 而最大的罐子则飞到了80米 不过只是从外面炸开一个鸡蛋大的缺口 要是完全被炸碎的话 威力绝对要翻几倍 那么如果被绑在了身上 你觉得还能留个全尸吗 如果7挺MG-42机枪同时开火 多久能将一个人打成肉末呢 打过二战的人都知道 MG-42通用机枪是二战时最残暴的机枪 它使用7.92×57毫米毛色步枪子弹 最高射速达到1500发每分钟 即便是一次点射也能打出12到14发子弹 这使得它发射时的声音如同电锯一样咆哮 因此被称为希特勒电锯 战场上一旦被它瞄准 密集的子弹就能瞬间将人体撕碎 所以当时的苏军也称它为战场撕步机 并且有传言在诺曼底奥马哈登陆战中 一位德军机枪手就凭借一挺MG-42 连续击杀了4200名盟军士兵 而今天小哥准备了7挺这样的机枪 看他们同时对着人体开火 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场景 在正式实验之前 小哥决定先测试一挺机枪 多久能将一个人打成碎片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小哥只能用凝胶甲人进行代替 仅仅几秒钟后 假人就被连续射出的子弹 打得东一块西一块 这样的碾压效果无异于大炮打蚊子 接下来小哥又准备了两个仿真人头 想看看用MG-42来爆头会有什么效果 这么精彩的视频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看 说到女朋友 去默默 一个靠谱的交友神器 主打美女多没有套路 漂亮妹子都会主动联系 兄弟们可以去试试 一顿疯狂的火力输出下 现场瞬间变得血肉横飞 如果换成是真人的话 不全凭马赛克估计是过不了审吧 但相较于后面的测试 这还只是开尾小菜 最后小哥找来了六个射手 分别将7挺MG-42机枪整齐排列 并计划让煤挺机枪 同时以最快速度打完100枚子弹 这就意味着这个半身假人 会在15秒内躺下700发子弹 结局会怎样我们现在开始发射 不愧是希特勒电剧 面对美鸟几十发子弹的摧残 假人如同撕碎一样瞬间变成了肉末 不知道这样的威力 大家能坚持几秒吗